带着被流放的两位神的神圣之力 最初实现涅槃的女人 阿丽塔 对于天界而言 她的升天意味着毁灭 因此八卦军拼尽全力阻止了阿丽塔 四方神兽 受到阿丽塔召唤的两头神兽 已吞噬天地的气势飞逆 白虎在云中出现压制住了八卦军 玄武的壁骨笼罩住了大地 神兽们开始攻击 神兽们使用五行之力击溃了八卦军的阵形 四大弓和天地管紧跟其后 如果轮回之地获胜 天界必定会因为第九卫神的出现而崩溃 无数的涅槃战士将会做到诸神的宝座上 但是八卦军很强 如果没有轮回之地的五行之力 涅槃战士们根本无法和诸神对抗 在四大弓的率领下 天地管的涅槃战士们与八卦军预训混战 因为双方都特有不可退 胶着的战斗无休无止 这一点 尊在四大弓吗 尊在四大弓